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恶魔一家子 恶魔爸爸好凶好凶 恶魔妈妈好坏好坏 可是他们的小恶魔飞波 好乖好乖好乖 诶 飞波是个很乖的小恶魔哦 从爸爸妈妈的表情上看来 他们有点苦恼哎 这小子有什么毛病吗 恶魔爸爸凶巴巴的说 他不肯对呆头鹅说 噗 对蠢迷鹿说 呸 也不愿意对笨蚂蚁说 屁 他不配当我的小恶魔 一点也没错 恶魔妈妈气呼呼的说 他替飞波穿上火红毛外套 戴上吓人的尖角 套上可怕的利爪 好了 他说 现在我们总算可以恐怖兮兮 阴森森的出门去吓人了 这样才像恶魔一家嘛 诶 妈妈觉得飞波不够吓人 把他装扮成吓人的样子 但飞波不喜欢这样 他不会欺负弱小 不爱胡乱捣蛋 也不想凶狠的瞪眼 或是大吵大闹 鬼吼鬼叫 他一点也不讨厌 一点也不野蛮 相反的 他会帮老太太捡起掉落的购物袋 静静的坐在树下 听小鸟唱歌 唉 我可怕的小恶魔 我们该拿你怎么办才好呢 恶魔妈妈晚上哄飞波睡觉的时候说 你可以念个美好的故事给我听啊 飞波说 太荒唐了 恶魔妈妈说 她拿出一本立体书 名字叫 会蹦出来的史上最恐怖的故事 和最残暴的预言 他轰隆轰隆 读个不停 那些蹦出来的吓人图画 和野蛮故事 听得飞波好累 累得睡着了 在梦里 他梦见了不断蹦出来的蔬菜 玫瑰和大栗菊 第二天 正好是飞波第一次上学的日子 恶魔妈妈和恶魔爸爸 送他到学校 告诫他说 一定要做个又坏又凶的小恶魔 别丢我们的脸 听到了没 但飞波连头都没有点一下 诶 我们飞波会变成小坏蛋吗 他听到吓人鸟老师说 要上蹦蹦撞撞音乐课了 全都上电子 大声尖叫 乱扭乱跳 然后一起来个自由期大战 但飞波没有加入他们 他用吸管折了一架飞机 非常安静的 我在教室角落玩番花神 大家进行自由期大战时 他一直躲在小恶魔的厕所里 等他回到教室 吓人鸟老师 怀疑的看着他说 飞波 你是不是故意躲开自由期大战 是 飞波说 他从来不说谎 因为他觉得不需要 哼 我的班上可容不下这么乖巧的行为 吓人鸟老师 捏着嗓子 嘶嘶的说 你去外面的好人草坡乏座 等你愿意当个坏坏凶凶的小恶魔 再回来吧 于是 飞波穿上他的火红毛外套 戴上吓人的尖角 掏上可怕的利爪 跑到外面的好人草坡 他看着白云慢慢飘过 小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摆 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小天使的影子 不只是影子 就是小天使 他怒气冲冲的 平命飞 根本没注意前面有什么 砰 他撞到大树 往下掉 落在飞波的身边 一动也不动 嗨 我是飞波 飞波说 嗨 我是琳导 摔得乱糟糟的天使说 我被天使学校赶出来 说我不够乖 气缩了 我被恶魔学校赶出来 因为我太乖了 因为我太乖了 我正在想该怎么办呢 飞波说 太棒了 希望你能想到好办法 让他们乐意接受我们本来的样子 令人家乖 林达 林达 惹动的说 飞波跳了起来 我 想到 飞波想到了什么好办法 飞波拖下他的火红毛外套 吓人的尖角和可怕的利爪借给琳达穿 琳达脱下她的柔软的银色长袍 毛绒的白翅膀和金灿灿的光圈借给飞波穿 诶 琳达穿上了恶魔外套 飞波穿上了天使外套 当琳达打扮成标准小恶魔走进天使学校时 大家全都哀求她恢复原来的样子 千万别再比不完美小天使更糟了 当飞波打扮成完美小天使 飞进恶魔学校时 大家全都哀求她恢复原来的样子 千万别再比乖乖小恶魔更乖了 从此以后 天使学校的天使只能无奈叹气 接受有个天使不像他们那么完美 下人鸟老师看到飞波的乖模样 只能努力保持镇定 至少他不是个天使 他咕噜着告诉自己 飞波的爸爸妈妈再也不抱怨了 让飞波照自己的意思做乖宝宝 不过他们很快又生了一个恶魔宝宝 希望这个宝宝能像他们一样 又熊又坏 结果他们没有失望 至于飞波和琳达 你猜他们怎么了 他们成为了最好最好的朋友 为什么 这还用说吗 因为他们在一起 简直就是好到不能再好啦 一个不完美的小天使 和一个几乎像天使一样的小恶魔 喜欢今天的故事吗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让我们一起探索精彩分成的绘本世界吧 宝贝你觉得小恶魔都有哪些优点呢